大家好, 又来到我们试饭时 我发觉真的有求必应 我说想试食就给我一些刀 想试做美容blocker就比较选我 我说试电子产品, 真是有电子产品 但首先与我们的赞助商抱过协议 我是一个电子杀手 基本上我碰过的东西都是所向披微 会否在这件事上作为灵的突破 可以好好地运用它呢? 我很想见到这件事 再一次多谢这个赞助商 我便会返回给你了 耳机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息息相关的事情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做片行 在看什么呢?在看片子 我们经常都要做片子 片子其实不仅仅是visual的东西 画面的声音其实也是非常重要 今天你看到有三个不同的耳机 但其实全部都是来自同一品牌子 这些是One Mora 型号分别是Piston Bus Pro Confront Bus Mini 和支援Hi-Res One Mora EVO 开箱后看到耳机 其实主要是用Type-C 主流的东西 这个真的要提醒 它这个假装黑胶唱片的耳机外观质感 我真的很喜欢 整齐那些大小的耳胶和充电器一定齐的了 另一件事我会想说就是 续航的能力了 Mini 如果开了AMC 大约可以用到六个小时左右 比较为另外一款 如果这个EVO 开了Canceling Noise 其实这个大约都可以用到五个半小时左右 这个Pro 更加短的时间五个小时而已 One Mora 也有提供一个App 去操作耳机 耳机配合好之后 它就会出现一个Sign ID 根据自己喜好 设定一些个人化的东西 这个App 也有提供煲机 即是煲耳机的功能 煲完之后整件事差很远 好了 试歌了 我当然会用可以支援Hi-Res的EVO 来查询 第一首歌就是莫文慧的 《因一个人而流出一滴泪》 这个EVO 的音场比较阔 所以听那些掌声、鼓声 空间感很足 而人声是偏暖的 所以这些声音其实全部听到在中间 后段腹高的爆发力 因为这也非常足 而第二首就是选了我很喜欢的 The Weekend 的 Save Your Tears 低频都不会太过深潮的声音 音场很集中 不过就是这样了 原来我未煲机之前 听这首歌和煲机之后听得差很远 一煲机之后那些节奏感和声音很穿透的 而且如果你听一些本身的歌 很多类型的一首歌 你会发现层次感很丰富 接着就是选了张敬軒的《女神》的Live 版本 很明显EVO 是听女声 现场效果也明显有点优势 现场立体感很足 歌试了 现在不如去试一下《Houtdoor》 试试它的《Denoise》功能 看看它已经很厉害了 我们来到官堂最吵最核心的地方 大家来到官堂都知道 所以现在是迅速放工时间接近7点钟 所以大家就一起来试试它很厉害了 其实它在《Houtdoor》上是一个APP的 按下去你可以去测试不同的模式 现在这个模式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 你就听到一些什么呢 你就听到一些小小的马路声 人声 别人走过就听不到了 你有没有跟我说话 没有 我已经听不到了 当你按了这个《Houtdoor》之后 很有趣的就是 你听到那些风声 鼓鼓声 但同时你依然都是好像夹了很重的物理形状 你就听不清楚外面的人声 很有趣反而风声看得很清楚 试试一下《Houtdoor》出了 除了《Houtdoor》出了那一刻 很明显听不到了 基本上马路声听不到了 人声都不太听得到 现在站在这个红绿灯的下面 我完全完全听不到周遭人说话的声音 唯独勉强听到 consultant 绝食 肯定听到一种行动河绘灯王的 快许 więc 虽然 使过马路� teste 有点 有一点 点 oni 风声我都不太听到 如果听到风声 我想要你浸透才能听到风声 就算什么都不设定 你仅仅靠这个耳机的物理性左脚 耳机很够玩 我觉得挺有趣 More moments later 我回到这里 当然是讲一些木杂人的评论 我先用手感 手感我其实最喜欢这个 因为它不能是陶瓷的手感 拿上手其实都是一个挺舒服的 不过大家可以联想一下 如果陶瓷的外壳 换黑色会怎样 我自己是觉得应该挺漂亮的 虽然这个是一个最高级别的 但是我觉得拿上手是挺困难的 有时想急起来想听话 不知为什么牙齿是拿不到 你会发紊症的 综合我的同事意见 和我们的摄影师意见 他们一定是最喜欢这个黑色的 这件事的型格是很帅的 聊天也可以 你听的基本也可以 看看你追不追求音质 如果你追求音质 就一定是EVO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都不妨是继续去订阅 我们的JMK 或者我临度的频道 或者可以给予更多的产品 我们去试 我们是很乐此不疲地 用我一些很无责任 很不专业的角度 去继续试些东西给你们看 大家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 订阅我们的频道 不说了